今天我们继续速读盗墓笔记《沙海》的后续故事 上期说到 无邪集结完队伍开始朝着古铜精出发 经过几天的跋涉 众人进入了巴丹吉林沙漠 队伍很快找到一处海子 并在其附近扎营 当晚休息时 有人偷偷将考察队装备扔进了海子 众人赶紧下水打捞 结果却意外发现一个奇怪的密封容器 根据其外形判断 这种容器一般是用来存储危险的生化物料 沙漠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 黎凑随无邪王蒙夜前海子进行调查 忽然大水翻涌 同时海子居然开始在沙漠中移动 三人无法靠岸 只能随着海子漂流 等到海子停下 他们已身处一片白色沙漠之中 在海子岸边的白色沙子里 埋着一圈解放卡车 看这些车的位置 似乎是特意将海子的位置围了起来 同时 三人还在这附近 发现大量已被风干的军人尸体 以及写着古铜经056的戒碑 无险判断 军方曾在这里开展长期活动 所以才会在沙漠中立戒碑 另外 数量众多的卡车中 还有大量的食物 在沙漠环境里经过数十年 依然可以食用 因此这里死亡的军人 应该不是因为耗尽物资 而是遭遇了某种意外 三人依赖找到的物资进行挖掘 陆续翻出上千具军人尸体 他们将遇难者一起埋于沙漠中 并立下墓碑 然而就在此时 沙漠里突然起了动静 随着沙地起伏 一种蛇一样的生物破杀而出 先后将亡蒙无邪拽入沙地 而黎醋跑得快 躲藏在卡车里 他惊奇地发现 神秘生物似乎不敢突破卡车圈 原来这些卡车围起来 并不是为了圈出孩子 而是为了体育这种未知生物 就这样 黎醋一个人心惊胆战地等了一夜 在此期间 黎醋遇到了一个大胡子男人 大胡子自称是军队的幸存者 在这里独自生活了三十年 大胡子说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这里原本是一个工厂 有很多房子 很多帐篷 军队在这里执行某项任务 至于任务是什么 由于已经过去三十年 大胡子也记不清了 那些卡车都是运送物资的 物资大部分都是生活用品 汽油这些东西 但是最多的却是一种奇怪的容器 上面打满了锚钉 它们运进来的时候 那些容器都是空的 但是等它们运出去时 这些容器都是满的 里面装满了东西 毫无疑问 这些容器里装的东西 应该就是在这片沙漠里生产的 但至于是什么 上头说那是绝密 下面的人无权过问 有一次大胡子几人 从这里运出了一批奇怪的容器 再次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这儿的厂被关闭了 他们只好在自己的物流基地待命 可一直没有新的任务来 被滞留的几千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冲进厂房里寻找线索 可他们把厂房都翻面了 也没有发现任何一台生产设备 也就是说 这个厂子其实是个空壳子 众人不死心 又开始挖电话线 希望能够找出这些电话线的走向 但他们怎么翻都没有用 根本找不出沙丘底下的线缆的镜头 因为它埋得太深太深了 也就是说 与他们电话联系的那些人 似乎是在地下 与此同时 班长派出侦查单位寻找线索 他们发现这里的沙丘变得和以往不同了 他们起初看到的黄色沙子开始消失不见 而那些沙丘上面出现了一块一块的白斑 这白斑慢慢地扩大 似乎是整个沙子中的黄色营养 被沙子底下的什么东西 慢慢地吸收了下去 随着白斑越来越大 整个沙漠都变成白色 大伙害怕极了 准备开车逃跑 却怎么也绕不出去 没过多久 一种像蛇一样的奇怪生物开始出现 他一个一个袭击士兵 直到整个队伍全军覆没 大胡子说完 就提出想看一看黎促后背的图案 黎促瞬间意识到不对劲 开始怀疑大胡子的身份 大胡子也不装了 他确实不是军队的人 刚才他说的那些 都是他从这里的环境 以及尸体身上留下的线索推测出来的 他自称是黑眼镜 说他受人所托 一直跟在考察队后面保护无邪 现在无邪陷入沙里不见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所以黑眼镜必须想办法把无邪给带出来 之前袭击他们的神秘生物 是传说中的九头蛇柏 这是一种巨大的食人植物 这片沙漠下面 有一个供植物生长的巨大空洞 无邪和他那个伙计肯定没有死 黑眼镜打算想办法下去看看 于是黑眼镜将装备送给黎促 并告诉他走出沙漠的路线 然后在沙地上大肆制造动静 主动吸引九头蛇柏的攻击 让黎促趁机逃了出去 黑眼镜告诉黎促一串电话号码 希望黎促安全后给对方打电话 让他带人来救无邪和黑眼镜 之后黎促沿着黑眼镜所说的方向长途跋涉 许多天后终于遇到路过车辆而获救 他回到了北京 拨通了黑眼镜留下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救援队已经出发了 从此之后黎促就和这件事没有关系了 但刚刚过去的神奇经历 让黎促的心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片白色的沙海一直盘踞在他的脑中 于是黎促将古铜精一行的经历告诉富二代好友苏万 这才得知自己失踪后 有人开始将大量包裹游寄给他 这些包裹都由苏万代收 目前存放在苏万家的别墅里 让黎促惊讶的是 这些包裹里的东西居然都是军货 而且这些来路不明的快递 并没有因为黎促的回归而停止 几天后 他们收到一具装着干湿的棺材 尸体的胸卡上写着名字货中书 黎促的另一个好友杨好 是社会上的小混混 在他的帮助下 三人找了个地方 偷偷掩埋了霍中书的尸体 那么究竟是谁在给黎促记包裹 霍中书又是谁 无邪到底是死是活呢 种种谜团就留待我们下一期再来分享了